与我无关自身事外就是把自己关起来 就像我们去欧洲美国 家家户户都像一个小国家小公园围起来 这一户跟那一户隔得开开的 人跟人之间就慢慢的脱离关系 甚至你到美国人家家里都有枪 你不够近度他可以砰打你一下 那人跟人之间就变成一种比较有压力一点 但是我们学佛不一样 你讲融入对方 对对对 简单的同理心站在对方的立场来做每一件事情 来想每一件事情 我想一个做生意的人会成功 他是他懂得对方的心态 懂得对方需要什么 对不对 就像我认识一个眼镜店的老板 我从小戴眼镜到大 所以我发誓我长大要开眼镜店 因为我被他赚了很多钱 从小 因为我爸爸带我去看的都是 我们家以前中美眼镜什么都是亲戚朋友 很贵的都很贵的 我就想这么贵 那穷人怎么办戴玻璃 那所以我就很注意眼镜店 后来我跑了很多眼镜店 我发觉这么多一千多只眼镜 哪一只眼镜适合戴哪一个人 对不对 我都会去研究 而且今天你要卖眼镜 那你也要去研究好 那你所卖的眼镜一定是很适合 这边是开学生的 这是老人家的 你都一进来你就懂了观察好了 有时候人家去配眼镜 我就会拿两三副 我说你看看 你戴这一副 造型又不一样 再换一副 又不一样 换个眼镜造型不一样 眼镜可以改变你的脸型的 那修行是什么 修行就是说 这个人一进来你就知道 他要戴哪一副 第二个 他有多少钱可以戴哪一副 那你都要把它想好 那想好才是要做生意 好像我们是美容师 这礼拜我来说 你是要点还是要洗 还是要等头 还是要跌头脏 你要把你观察 不对的人配不对的发型 真可怜 那就是不协调 所以佛教里面讲空性就是说 你不会本位主义 你会知道适合做什么 适合做什么 因为你跳脱你的范围 如果说我一心只想赚钱 然后我就看不出对方需要什么 但是我完全站在对方的立场 希望他更美更庄严 那你自然赚到钱 就像以前我记得我年轻结果婚一次 哇那个摄影费48万台币 哇三十年前 哇 没关系我想说好吧就这一次 哇 很贵 拍几张相片48万台币 哇 好张好张 我会拿相机我跟你拍好了 但是人家抓得到角度 后来拍回来看 嗯 什么叫做欧生 五十位给你拍三十位 对不对 背后五给你拍八 对不对 人为国给你拍大 哇 现在有iPhone各位就知道 不一样的角度拍出来就不一样 同样这样 这样就头大大 这样就头小小 腿长长 这样好看 好看 所以 但是各位这一点 我来讲 菩萨道 所谓了解众生 那这个你要很仔细 去观察 那这个观察不是你 你等你碰到才观察 而是 就像我今天 老实说我今天 没什么气力在讲话 不过我还是努力讲 所以刚刚宗师姐的慈悲 师父你休息一下 我给你跳两条 不过你休息一下 因为我喜欢讲很多话 我很喜欢念很多奏 我进来就一直念念念 今天外面也有十方法界 等一下我们再出去念 我很喜欢一直念 当然想说 我刚刚就在想 我不要讲话 等一下我们请暂停